大家好,今天跟各位提示在武術裡面的所謂五路 通常我們在跟敵人對打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樣的練習,步伐的練習 或是這種練習 這是走正面,走直線 或是有時候我們會走斜的 要不然就是會走斜的 那這邊就牽涉到五路的練習 那現在請宗師兄來 以他的身體來講,我跟他對的時候 他的身體有上、中、下 跟左邊、右邊 這叫五個方向,簡稱為五路 那通常在對打的時候 我們一般比較會走上、中、下這條線 就是直接會攻到那邊 尤其是在整個這一個尖 尖頸到丹田這一個 這個中線的地方 通常我們直接會搶攻這裡 這是最容易、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走直線 就是這樣 通常這個呢,他防守也是最嚴密的 你要去進攻不太容易 因此在這裡的話 我們會有所謂走偏門 走偏門就是往左邊走 或是往右邊走 比如他現在中路上、中路下 然後他防守的很好 我們攻不進去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往他的左邊走 他的左手邊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起前腳 這避開他 中線、防守的最嚴密的地方 走這邊 走他左邊 或是走他右邊的話 我們會用反向 走他的右邊 我們不會這樣子 不會起前腳 我們會起這隻腳 回來 這個時候可能 就直接就過去了 所以 這就是走他右邊 走右邊通常我們會起後腳 直接過來對他 還是四右部或是三七部 回來 如果走他左邊 我們會起前腳 起前腳的話 我前腳一過去以後 後腳馬上跟上來 一樣 去打他最後的地方 所以在一般 對打的時候 我們進攻就是這樣 取他上中下 左右 對方如果打過來 一程打過來的話 我們也是 我們會鎖 鎖我們的中路 這是我們防守 他進攻 這樣對 他如果打過來 我們也可以這樣 走他的右邊 回來 所以 在整個對打 防守對打的時候 有所謂上中下 是中路 踏中門進攻 或是他左邊 走他右邊 上中下左右 這個叫我們在整個進攻對打 或是防守對打裡面的五路 等於五條路 五個方向 這個介紹給各位 參考一下 謝謝 謝謝松師兄 謝謝